别再说只有你炒股会亏了 清华大学博士 海通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江超 转型投资不到一年啊 就亏了20% 其实去年2月份就有消息说 在海通干了8年的首席经济学家离职了 就在大家都在猜 这位大神下一站要去哪的时候 当月江超就发了朋友圈 说要吊槽到中泰资管转型去做投资了 消息一出直接引起业内轰动啊 要知道这江超可是获得了6次 国内投研建奥斯卡大奖 新财富研究第一名的神人 而且大神对自己的投资目标定的也特别务实 说是只要跑赢平均货币增速就行了 其实就是跑赢通胀 那结果盛名之下出事不利 江超4月12日成立的私募产品 5月就出现了小幅回撤 之后的4个月更是连连震荡下跌 到了10月之后终于稍有气温 截至去年年底 这只经济的收益是亏损了19.24% 远远跑出同类寂静和呼声300指数 其实啊 这也不是经济学家转型做投资失利的第一次 甚至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像巴菲特的老师格利厄姆 经济学家大神费雪 就连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 第一次做投资也都是几乎血本无归啊 要知道宏观经济学 堪比投资界的相对论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啊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不过毕竟投资和研究 本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而且投资路满满 短期的涨跌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能长期穿越牛群的投资人 那才是真正的大神 这位研究大佬 他到底是水土木服 还是真的投资能力不行 让我们到今年年底 再拭目以待吧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